密藏基里的这句话,观定没灭了 观,大悲获念,顶,佛苦最顶 那我们现在知道 小本弥陀经人说 经题 一切祝佛所获念尽 无量寿经跟弥陀经是同步 大本小本 小本是一切祝佛所获念尽 这个本子当然也是一切祝佛所获念尽 这就是观定意思 顶呢,佛法力最高的 阿弥陀经是顶 这个无量寿经是挺 我们恭恭敬敬把这部剧 从头到尾念一遍 就是摄放三世 一切如来给我灌顶一次 我一天念两遍就给我灌顶两次 我一天念三遍 他就给我灌顶三次 这是真灌顶 跟前面那个一世不一样 未必得到真理 这个得到真理 再跟你说简单的 念一生佛号 佛给你灌顶一次 你一天念一万生佛号 祝佛如来给你灌一万次 谁知道 念老师密宗的上司 他受过观点 他是密宗的阿舍利 我在美国遇到他的时候 他在美国传密法 密宗之密 无上之密 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 没人知道 黄宁老知道 所以他这个住节住完之后 身体不好 毛病很多 就下决心求生进度 一天十四万生佛号 念了半年了 他走了 这是做给我们看的 这是一天十四万生的灌顶 这还得了吗 静静远 圣观顶解 对余 对余会大师而言 乃至厚违 因为在会的参加这个大会的十六阵寺 都是等觉位的菩萨 在家菩萨 他们守灌顶 这是后面说的意思 但是 对教导众生来讲 教化众生 戒缘灌顶 那这是粗微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行灌顶 一定要把阿弥陀佛 介绍给他 要把无量寿经 或者是阿弥陀经 介绍给他 为什么 这是定 这个方法 能教人一生 圆满臣腐 其他的方法 做不到 比什么都重要 灌顶的意思 千万不能误会 灌顶就开智慧了 上司 拿着水 小瓶的水 弹齿 弹极地到你头上 你喜欢的不得了 智慧开了没有 还是糊里糊涂 没开智慧 那你每天去冲凉 水弄头 那不叫大灌顶 智慧开了没有 但明理 不能迷信 灌顶这个意思是清楚了 灌顶是最高的佛法 把最高的法传授给你 这个叫灌顶 讲得这么清楚 讲得这么明白 不是迷信 最高的这个顶法 你得认识 你不认识不行啊 这个法 一切祝福都说 男性之法 它是真的 它不是假的 真是男性之法 我们遇到 能相信 应该这的情形 我们得的是灌顶法 每一天讲语 每一天学习 每一天接受 设防 一切诸佛的灌顶 自己要知道 不知道什么 佛料观点没接受 这我们就接受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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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李宗欣 氹